小贤六年级的数学知识 大家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 那么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的就是 你可以不够聪明 你可以成绩不好 但是你绝对绝对不能够懒惰 一定要勤奋上进 那好 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第一堂课 分数乘整数 在上新课之前呢 我们先来做一下复习 我们来看第一个题 五个一十二是多少 该怎么样来练试呢 好好想想看 这个是考的什么 整数乘法 对不对 五个一十二通常我们都是这样子写的 一十二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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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十二 是不是这样 这个就代表五个一十二相加 那么还有人说了 用整数乘法我们就可以简便一些 用一十二乘五等于六十 正确吗 非常正确 大家看啊 这个一十二它代表的是前面五个相同的数 都是几一十二 这个呢 五代表什么呢 它代表的是前面相同数的总个数 一共是几个 一共是五个 那么有同学说了 老师呢 我能不能写成这样 五乘一十二呢 能吗 不能 刚刚老师说了 前面这个数代表是前面出现的什么 出现的相同数 那么这个代表是什么 前面出现了十二个相同的五 对不对 所以不能够这样写啊 那好 这个我们复习完 再来看一下第二题 先你来自己看一下 你能发现什么呢 啊 你发现 他们的分母怎么样 相同都是几啊 都是六 咱们有没有学过分数的加法呢 诶 学过对不对 那么分母相同怎么样 分母就照超 六写好 分子相加 一加二 加三 等于多少 等于 六分之六 六和六约分 等于一 会吗 应该会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题 观察一下 分母怎么样 人就相同 分母都是几啊 分母都是 十 那么我们 依然是 分母 找超 分子 相加 三 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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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多少 等于十分之九 能不能约分 不能对不对 不能再约分了 啊 有些同学 可能觉得老师比较啰嗦啊 老师没必要讲那么细 但是对于有些同学来说 不讲的细 他可能听不懂啊 那么 我们现在就已经把这一块的知识复习完了 现在我们就来上新课 分数成整数又是怎么来计算的呢 来看一下这个立体 今天呢 是小新的生日 爸爸妈妈为他买了一个蛋糕 看上去是不是非常的可口啊 哎 我也喜欢吃蛋糕 那我们来看 三个人一起来吃一块蛋糕 是一块哦 好 那么 每人吃其中的九分之二块 三人一共吃多少块呢 九分之二块 哎呀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呀 知道吗 不知道 没关系 跟老师来 我们来看 这个呢 相当于我们刚刚的那块蛋糕 对不对 哎 对 九分之二块 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蛋糕看作单位一 平均分成九等份 真棒 你看是不是九等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正好是九等份 那么其中的 一份 就等于多少块呢 其中的一份就等于 九分之 一块 你们能能理解吗 能对不对 平均把它分成九等份 其中的一份就是这整个单位一的九分之一 那么其中的两份呢 就是它的九分之一份 就是它的九分之二块 好 我们来看看 这是小新吃的 它吃了几份 它吃了两等份 对不对 好 这个呢 爸爸吃的 也剩两份 妈妈也吃了两份 那么三个人 总共吃了多少块呢 想想看 啊 老师刚刚说了 小心 它是吃了多少块 九分之二块 爸爸呢 仍旧是九分之二块 妈妈呢 妈妈还是九分之二块 三个人一共吃了多少块 加起来 很多同学肯定很快就反应出来了 那么 加彩 你会计算吗 会 当然会 很简单 对不对 看分母怎么样 分母相同 那么我们就 照抄分母 分子相加 二加 二加 二 等于 多少啊 九分之六 好 九分之六就 达成了吗 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了吗 不是 对不对 六和九 可不可以约分呢 六和九 可以约分 一掉一个几 一掉一个三 那么 六一掉三还剩二 九一掉三 还剩三 最终的答案就是 三分之二 你做对了吗 恭喜啊 如果你做对了的话 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用的什么 以前学过的 分数加法来进行计算的 那么 用分数 乘法 又该怎么来计算呢 你看 这个是小新吃的 九分之二块 这个是爸爸吃的 九分之二块 这个是妈妈吃的 九分之二块 那么 也就是说 他们一共吃了几个 九分之二块啊 吃了 三个 九分之二块 你还记得老师之前 举的那个例子吗 想想看 我问的是什么 我说 五个 一十二 请问 是多少呢 怎么列式的 是一十二 加一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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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一十二 相加 对不对 那么 三个 九分之二块 我们该怎么来计算呢 想想 啊 我听到答案了 有同学说 我们可以写成 三个 也就是 九分之二 加 九分之二 加 九分之二 对不对 那么 三个九分之二 根据 整数乘法 我们可以写成什么 九分之二 乘 三 我们 类推过来 是不是 之前是多少 十二 加一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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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五个一十二 相加 所以我们可以 简粒的写成 一十二 乘 五 这里是 三个九分之二 相加 照推过来 是不是也可以写成 九分之二 乘三呢 当然可以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 九分之二 乘三 表示三个 九分之二 相加 然后 诶 依此类推 我们就到到这儿 那你想想看 中间有哪些步骤 我们可以把它省略掉 想想看 思考一下 啊 有同学就立马反应出来了 老师 原来这个步骤 我们可以把它 完全的省略掉 那你来观察一下 这一步 和这一步之间 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呢 想想看 啊 有同学说了 哦 是 我知道了 这里的 二乘三 正好就等于了六 真棒 就是这个道理 看 九分之二乘三 我们可以写成 二乘 三 怎么样 这里的整数跑到哪去了 它跑到分子上面去了 对不对 它跟分子二相乘了 我们用二乘三 正好就等于九分之六 然后进行约分 变成了三分之二 你有没有大概有点点思路了 整数乘法的意义 和分数乘法的意义怎么样 有点相似 对不对 它们都是求几个相同加数 得合到 减变 运算 那么到底 分数乘法 是怎样一个计算法则呢 还没有思路 没关系 我们再看看下一个例题 应该就能归纳出来了 大家看 这里总共有五个杯子 每个杯子里面呢 装了一十五分之四 千克的水 那么五杯水 种多少千克呢 想想看 老师是之前是不是举过这样的例子了呀 每一杯水 是一十五分之四千克 五杯 多少千克呢 啊 我们就可以直接写成 一十五分之四 乘五 把这个整数怎么样 哎 把它 跳到 我们的分子上来 对不对 好 用四 和五 相乘 四五 二十 能不能计分 能 计掉一个几 计掉一个 五 那么它剩四 它呢 剩三 就 最后等于 三分之四 那 你能够总结出 分数 乘整数的 计算法则了吗 当然能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分数 乘整数 大家可以在镜头前 啊 跟老师一起来读一读 用分数的分子 和整数 相乘的 鸡 做分子 分母 无变 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子的 你来看 分数 乘整数 用 分数的分子 和整数的鸡 你看 它们俩相乘能多少 二十 作为分子 怎么样 这个就是我们的 分数乘整数的 计算法则 当然了 你看 能约分的 一定要怎么样 约分 一定要注意啊 能约分的 要先约分 化成最减分数 好 我们来看 一个例子啊 之前我们是不是 一十五分之四 乘五 是在哪一步 开始约分的 我们是把一十五分之四 乘五 然后写成一十五分之二十 到了这一步 我们才开始约分的 对不对 嗯 约掉以后 就是等于三分之四 这样其实是正确的 但是有一点 它的计算比较麻烦 很多同学容易出错 所以我主张大家 在这个步骤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来约分了 这样约分第一个不容易错 第二个可以简化计算 将五和一十五约分 五胜一 一十五胜三 所以最后答案就是三分之四 再次强调啊 为了简面计算 能约分的 我们一定要先约分 然后再乘 这样呢 不容易出错 那好 检测一下大家 你来看看这个题 你会吗 思考一下 怎么样 出来了没 出来了啊 我们的分数乘整数的计算法则是 怎么样 分母照超分子与整数相乘 对不对 能约分的要先约分 那么九和一十二 能约掉一个几 三 非常好 那么九约掉一个三还剩三 十二约掉一个三还剩四 最后的答案就是等于四分之 三七二十一 你做对了吗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 能约分的呀 一定要先约分 我们这样计算才会更简便啊 好 来做最后的练习 我们来检测一下自己 小方呢 做了十朵绸花 其中呢 二分之一是红花 五分之二是黄花 那么 你来想想看 红花有多少朵呢 思考一下 这个二分之一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想想看 啊 有同学就说了 老师我知道 二分之一 就是说 把所有的十朵绸花 看成单位一 对不对 平均分成两等份 而红色的花 就占其中的一份 是不是这个意思 非常正确 那么你想想 我们总共有几朵绸花 十朵绸花 平均分成两等份 怎么才计算呢 就是 十除以二 等于几 等于五朵 那么 那么每一份 就是五朵 对不对 每一份 就是五朵 我现在取几份 我取一份 所以红花是几朵 红花是五朵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哎 这个算式来表示了 十除以二 等于五朵 那这个 我们是不是用到 以前的 除法的计算 整数除法的计算 方法 那么 如果说 我们要用乘法 计算的方法 又该怎么来做呢 求十朵的 二分之一 是多少 怎么来计算 哎呦 同学 迅速反应了 他说 十朵的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 用十 乘 二分之一 等于 五朵 正确吗 正确 哦 这个部分 估计又有同学 有疑问了 老师 五怎么来的呀 我还是不是很熟 这个约分 你看 那么老师来细细讲一下啊 十乘二分之一 整数和分数相乘 照超分五 对不对 然后呢 整数和分子相乘 作为基 对吧 能约分的要 先约分 十和二约掉 剩几呀 他剩五 他呢 剩一 最后的答案就是 五乘一 等于 五 你会了吗 会了 很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小问 黄花有多少朵 想想看 黄花有多少朵呢 刚刚老师是怎么分析的 你看 红花 二分之一是红花 就是说把 整个红花 绸花 平均分成 两等份 取其中的一份 对不对 那么五分之二呢 啊 就是把所有的花 平均分成 五等份 取其中的 两份 那平均分成 五等份 怎么来计算 十除以 五 等于 两朵 这个是 每一份 就含有 两朵 黄花 那我现在是取几份 我现在是取两份 那么两份是几朵呢 两份是几朵 两份就应该是 二乘 二 等于 四朵 对不对 所以黄花有多少朵 黄花就有 四朵 我们来看 这个式子 就是把老师刚刚分两个步骤 啊 综合列式的 就在这里 那我们来看看 求十朵的五分之二是多少 我们可不可以用乘法来计算 啊 当然也可以 对不对 十朵的五分之二 我们就可以列式为 十乘五分之二 十乘五分之二怎么计算 分母照超 分子和整数相乘 能约分的要 先约分 五和十约掉 一 十约掉 二 二乘二等于几 四 他们俩的结果一样吗 是一样的 那好 这堂课呢 我们就学完了 分数成整数 你学会了吗 相信 大家应该学会了啊 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 那么请大家 回过头去 再仔细看一看 我的视频 那好 欢迎呢 下次继续学习